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股市罗宾汉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费萍 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法康出身 最后掌握市场法庄不通向的罗宾汉老师 来到我们现场 老师好 大家好 费萍好 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大家周末愉快 来这个廉价回来之后上班两天又要放假了 大家这个礼拜真的很开心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台北股市表现如何 加工官主持人说今天最高在15877点 最低在15811点 收盘的时候涨了25点来到15836点 想要总值来到了1756亿元 今天这样的一个盘式 听众朋友们还记不记得在过节前 老师说了我们要再怎么样 过节前就已经要布局好好股票 在过节完会大涨的股票 我们在过节前就先布局 就跟我们的大桥跟小桥一样 还记不记得我们的大桥 昨天攻上涨停板 今天差一档又要攻上涨停 今天还创了新高 恭喜我们的会员伴伴们 我们的小桥今天又涨半根 昨天半根今天半根是不是和解 又是一根涨停板 真的是太开心了 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下个礼拜全新的开始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布局好的股票 赶快请讲我们的专家罗老师 我想这个礼拜只有两个交易日 那我们看到相较于昨天 我们看到是开低之后 收了一个下引线拉上来 有点像开低走高的味道 那今天反倒是在开高之后 而且昨天美股四大指数 是涨多跌少 还是就废半跌了 那废半我们说过最主要还是AI 这个所谓这个后续 一些纷纷扰扰 所以短线上面受到一些冲击 那加上前面涨多了 所以就要稍微做一个整理 但是其他三大指数是涨的 也激励今天整个台股 以一个小高盘开出之后 一度怎么样 一度还涨了 将近这个70点就涨了67点 不过这样的一个涨幅 并没有能够延续 随后就出现了一个拉回 甚至于盘中的一个低点 一度还贴近平盘 只有小涨0.42点 那所幸在尾盘有稍稍的在拉高 不过终究上涨25点作收 相较于开盘涨了45点 换句话说 今天是有一点开高走低的一个味道 不过因为今天成交量 只有1700多亿 所以不管开低走高也好 开高走低也好 其实参考意义并不大 那因为我说过 今天之所以量能萎缩到现在这个位置 因为最主要是美股的部分 今天晚上要公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 就叫做非农的一个数字 因为我们知道说在我们放假期间 美国所公布出来了 不管是小非农的ADP的就业数据也好 又或者其他的一些 所谓的一个ISM的一个服务业的一个制造指数也好 似乎都让大家有一点景气要衰退的这样的一个盈利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都在预期 如果说这个非农的一个数据 如果又不好的话 那么会不会引发 因为今天要这个晚上 今天这个晚上就是美股市休市 因为耶稣受难日 但是股市休市 可是数据该公布的还是要公布 所以劳工部会在今天 发布这个三月的一个非农的一个就业报告 那目前市场之预期 这个数字会23.9万人 会比二月的31.1万人要稍微下降 好那如果说符合市场预期那也就算了 对就怕说又怎么样 又高于这个又低过于这个市场预期太多 像那个小飞龙也好 那这样的话可能又会引发市场的一个动荡 但是还是那些老化 现在市场上当然会开始担心 这个景气衰退会如何如何 但是我对于这个景气衰退的部分 我也跟各位讲过 它确实是一个问题 没有错 因为毕竟你股市是景气的橱窗 是经济的橱窗 你说景气不好 你股市要走大多头 那当然这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如果景气不好 是不是股市一定会在破底 我对这个所谓的一个论点 我就要存疑了 因为我也跟各位举过例子 2008年民国97年 当时够惨了吧 整个雷曼兄弟 引发的一个金融海啸 有没有 当时我说过 还有外资里昂证券 说台湾的GDP会负11% 就连一些大佬也都纷纷的跳出来 大家要有过苦日子的准备了 几年之内不会有春宴了 什么景气好不起来了 当时候以当时的产业 跟景气的一个状况 确实是如此 大佬讲的一点都没错 但是我说过 你景气归景气 可是你反映在股市上面 从当时的11月25 创下的3955 这个数字大家非常熟悉 对不对 3955之后 你后面即便 又几年没有春宴 又是怎么 GDP负11% 你后面的利空再怎么冲 对 3955也没有破 没有 我想就是没破 就是没破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景气 景气是不好 确实景气又拖了 拖了一段时间才恢复 可是股市就不破底了 对呀对呀 甚至于它是慢慢的往上跌高 它是走一个L型的一个方式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不预计说指数很快的要去突破 去年的高点18619了 这个有相当的难度了 对不对 但是即便现在大家担心景气的问题 是不是代表股市就没有行情 没有做多的机会 我认为我也不这么觉得 OK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或许指数空间不到 对 但是反应在操作上面 我说过怎么样 它就是个股表现 对 尤其4月份我说过 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又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机会 法人在第一季做完账之后 对 他接下来会有全新布局 要为第二季的一个操作 来预做准备 他们会有新的标的 有新的标的 有新的策略 我们就有新的机会 对呀 所以我们就要跑好的逮住 这个机会就好 就如同 我说过 在一个区间震荡的格局里面 我说过 每天个股轮来轮去的 对 那你操作上面 你也不用每天怎么样 看到今天这个墙 我就去追 明天换那个墙 我就去追 你会发现 如果在一个盘整格局 在一个轮动格局里面 你看什么墙去追 你会发现怎么样 你可能拔跪来 一个拔跪 对不对 还不如 你知道锁定 一些好的标的 就如同我说过 现在业内法人 他第二季 有全新的一个策略 有全新的一个标的 有全新的标的 我们就锁定这里面 我们挑出最精华 因为毕竟 不是说法人 业内买的股票 我们通通都要买 一档基金 少收也有十几档 二十档 你总不能一档 这个法人所锁定的 十档二十档标的 你全部买 不是的 我们就要挑出最精华 最会 最早发动的 充满面 最强的 我们怎么样 我们先去卡位布局 然后怎么样 在这些股票 我们看好它的理由 又或者它还没有转弱之前 我们就是来回的分段操作 是 你就能够成为最大的赢家 没错 就好比说你说今天只是我们大涨 没有 可是今天我们的老朋友又涨停板了 又创了一个波段的新高 那是谁 2230的谁 泰孟 记不记得泰孟这档股票 记得 这就是我们在分关前 前面有 在前面都还有 我就不讲了 我就说今年就好了 我们有没有在分关前 就开始布局这档股票 记不记得 后来开红盘之后怎么样 连喷三根涨停板 礼拜一开盘之后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连喷三根涨停板 记不记得 记得 封关前 当时封关的收盘是41.25 封关前的低点在38块7 不管你买在41也好 买在38块7也好 后来你看一开红盘之后 喷了三根涨停以外 还一连怎么样 还持续的往上攻 甚至于最高点一度来到哪里 一度来到86块7 你看你买41也好 你买38.7 有没有涨倍数达正 有的 这是我们的老朋友 我们来回都不知道做几趟了 是的 好 那最新的这一趟 我说过在创下86.7之后 当然他也要涨了一倍 你要让他喝杯水长口气 要休息一下 可是我说过 好的股票你休息怎么样 只要我们看好他的理由 没有改变之前 那拉回 拉回又是机会 进场布局 对 那记不记得 泰玛为什么好 我说过现在 大趋势在哪里 大趋势除了说 这个包含像军工 包含像生计 包含像AI 我想车用 这个是一个不变的定律 包含现在的解封 大家要出去玩 离不开车子 对不对 还有未来电动车 现在陆陆续续的 在取代原来的一些 所谓的引擎 这些汽油车 所以这也是 未来的一个趋势 那不管什么车 我说你车子只要跑 对 你是不是 因为现在你看 现在是不是有一些风声出来 什么油加要涨到三位数 有没有 所以你想节能 省油 这个是不是又是目前 在整个车用里面 又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而我们的泰茂 它做什么 它有两大题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 绿能加速器 就是省油有效率 让你的每一份燃料 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益 这就是它的一个 绿能加速器的一个 而且它就是透过一个 所谓的超级电容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 能够让电动车的 包含像电流 电压 能够维持一定的稳定 我想内行人一听就知道 只要是跟电的关系 你只要电流不稳定 电压不稳定 你再好的东西都会烧掉 对 我记得我个废品也有提过 一台好好的电脑 如果说你稳压不够的话 你的泡 你一个都不够 你十个都不够烧 真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电器的东西 电压跟电流的稳定 为了这是非常重要的 而这里头 泰茂所生产的 这个绿能的加速器 就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 那第二个亮点是什么 第一个亮点是紧急的启动器 我想跟不用说了吗 如果说一台电动车它没电的时候 你就滑 你就傻眼了 就毁了嘛 对不对 那你需要一个紧急来充电 之后 可以让你能够度过当下的一个危机 对没错 而泰茂第二大所谓的亮点的商品 就在这个位置 所以你看两大商品 你说这个我们当时看了 它的理由到现在没有改变 没有啊 对 但是我们会按照它的一个筹码的一个强弱 技术面的一个强弱 我们怎么样 我们采取分段操作 所以你看这一波 当它创高了86块7之后 趁拉回 你可以去误误看会员 我们在 不是封关了 这一次是放长假之前 虽然这次价也是蛮长的 对对对 也是放长假之前 3月29号 对 你看那一天的低点在73块3 是的 那就算你没有买在70 这个73块3最低点 我相信你买在70几块 那几乎是一定有的 有 对不对 那你看今天工上涨停板 是 来到85块8 你告诉我你买在七字头 而且是放假前买 3月29号买 有没有 我们再买 对 你看今天工上涨停板创了新高 你哪一个是没有赚到钱 再大了 对不对 我说我卢文斌 我向来不标榜 我的股票 或者是我的操作 我天天都有涨停板 我一直告诉各位 春耕夏云秋收冬场 这是农市的一个规律 可是适用在股市里头 你不要说 你该你耕耘 在你布局的时候 你偏偏要收割 那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操作上面 就是秉持这样的一个理念 在该布局的时候 我们就布局 你看 封关前是一个布局的 一个好的一个时间 我们就布局 放假前 我说 劫后要涨了股票 你劫前先布局 你看 你劫 该布局的时候 你布局 那该收割的收割 该分段操作 说分段操作 你告诉我 这样有没有 你光说泰茂就好 有没有 赚到宝 赚到足 所以我会想 这个就是一个操作 包含像宝瑞也是一样 宝瑞今天又到八字头了 又收盘 以收盘价来讲的话 又创了一个破断的新高 今天又一大堆人在歌功颂德 但是问题是 我说过的 股价在四字头的时候 谁在讲宝瑞 谁在帮你帮追踪宝瑞 一个都没有了 等到八字头你再来追 我不敢讲赚不到钱 但是你比起四字头布局的人 你谁能够赚得更多 你思考这个道理 好 所以有听我们到底接下来 下个礼拜全新的开始 怎么样跟着老师来布局好的股票 要怎么样来布局 用好的方法 分担操作的方式 进场来布局 千万不要走开 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马上回来 聪明的头照宝门 跟进我们的专家龙斌老师 进场来布局 老师说了 在结后要大涨的股票 我们在结前就要布局 我们的大桥是如此 大桥呢 昨天工上涨泥板 今天差一点点 工上涨泥板 恭喜我们的惠伴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了 除此之外 我们的小乔 昨天最高涨了半根 今天又涨半根 恭喜我们的惠伴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 除此之外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了 2230的泰帽 也是在结前 带大家进场来布局的 哇 结后 今天又工上涨停板了 也恭喜我们的惠伴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了 大家还记得 我们的泰帽 2230的泰帽 我们的老朋友 在封关前 老师就带我们的惠伴 我们进场来布局 当时的价钱是 38块7 41块左右 开盘之后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涨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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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三根 涨停板 最高来到86块7 结果天伙伴们 在最近3月29号的时候 在73块3的时候 老师又带大家进场来布局了 结果到今天 已经来到85块5了 恭喜大家了 所以说天伙伴们 到底接下来 该怎么样 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呢 不要忘了 把电话号码先记起来 今天节目最后的广告 一定要拨通我们的专线 023659333 023659333 千万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订阅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废评文 你要请到是我们的专家 乔士罗老师 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了 恭喜我们的惠伴们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 老师说 在节后要大涨的股票 我们在节前就跟着老师 还有我们的惠伴们 经常来布局 大乔是如此 小乔是如此 还有我们的这一档老朋友 223年的太帽 也是如此 恭喜我们的惠伴们 大家都赚到了 下个礼拜又是一个 全新的开始了 我们要怎么样来布局 跟着老师来布局 好的股票呢 老师 我想尴尬我们再次 跟大家强调 春跟夏雨 秋收冬长 这个股市的一个道理 其实跟农市 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对不对 我说我向来不标榜 我的股票 我的操作 天天都有涨金版 可是你只要 按照我们的一个方式 在该布局的时候布局 在该收割的时候收割 我相信你一定 一样可以赚到宝 赚到处 甚至于比那些 每天在那边追来追去 冲来冲去 还要赚得更多 太帽不就是一个例子吗 是 你看每次我们在 该布局的时候布局 你看现在创高了 你看你赚的 就是比人家多 对呀 一样我们刚才也提到 宝瑞 今天创了新高 800多块 以收盘价来讲 有没有 大家又都来了 有没有 大家又在宝瑞 怎么样怎么样 他为什么大涨 问题我请问各位 在现在八字头了 这样的历史新高了 你这个位置你买不买 你敢不敢买 对不对 对 跟你讲那么好 你敢买吗 你种子敢买 你能够赚得多吗 好贵啊 可是相较于 当时在四字头的时候 我说过了 现在这么多人在歌功颂德 我请问各位 现在在讲宝瑞这些人里面 有哪一个是在四字头的时候 他有帮你追踪过 尤其在那个时候 他有没有告诉你说 哇 他的骨架 对不对 在这个位置是受委屈的 因为他今年的获利 坐三望四 有没有 有 我告诉你 一个都没有 除了我罗文斌以外 一个都没有 对不对 不是吗 但是我说过的嘛 你在那个时候 没人要的时候 你领先去布局的话 现在 来到这个位置 你看又快倍数了 对啊 四字头 现在八字头了 八字头 对不对 纵使我说你八字头 我不是说你八字头 这个位置来买 你一定赚不到钱 但是你相较为 买在四字头的人 你怎么比啊 对 对不对 怎么样能够赚最多 对不对 所以我一直告诉各位 其实做股票 一样嘛 春更夏云秋秋冬长 对 你不要等到 人家秋天都要收割的时候 你才秋天 我来开始来擦秧 我开始来耕耘 但你说你怎么会有收获 对 对不对 所以 我说过的 做股票 行情固然重要 对 你的方法怎么样 你的方法更重要 好 其实不管是AI也好 不管是生技 AI我想 我不用再花时间去说了 你看 现在 大概又没有人在讲AI 对 没错 为什么 现在有利空 是啊 对不对 可是当时 你看当时包含像 这个贝利 对 包含像林群 都长倍数的时候 是 那多少人在追 对 可是那个时候 我们全数获利了解 那反倒是这个时候 掉下来了 对 没人在讲了 我说过我们怎么样 我们四肌而动 准备找好买点 对我们准备好买点 随时又要收回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操作 反倒是没有人要的时候 没有人在讲的时候 我们都是领先布局 对的 包含像刚刚费评 一节目一开始就讲了 我们的大桥小桥 是的 有没有 这两档股票 我是在放假之前 对 我在放假之前 我就带着各位带着会员 然后也不藏私的 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说这两大美女 对 刚好非常适用 我们这两档股票 对没错 就股价啦 就位子啦 未来的爆发力 都堪称一流啊 对对 跟这个 所以说的两大美女 是堪称是 可以相提并论的 所以我就用这两个美女 来命名嘛 好 那看结果 前面 让你在放假前 安心的布局 是 你看放假回来 今天还两天 对啊 大乔昨天涨停板 对 今天呢 差一档 他一档涨停板 今天涨了9.9%了 四里 两天没得到 要20%了 对啊 小乔 因为他里让姐姐嘛 对 所以姐姐先喷嘛 姐姐先喷 他也没有闲着啊 昨天半根 今天也半根嘛 是 加起来快一根了 没错 那你在放假前 布好局 那现在你会来不及吗 但是我说过 不要以为他涨上来了 好像就好像没机会的 不是 我说过 我如果说只会涨一天的股票 我没有兴趣 好 接下来我认为 接下来要喷出的主声段 才是最有看头的 看看前面 2453的林群 6874的这个贝利 他的主声段是怎么喷的 我想你应该就清楚了 但是这样的股票 没人带 你不敢买 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买 所以我说过 直接到我们的车上 我带着你一起来坐 好 我想最快也最有效率 好 那为了鼓励大家 给大家一个对折的一个优惠 我说这个五六日 我们再开放最后20个名额 好 想跟上我们 直接上我们车的 赶快把握的最后20个机会 来天我们直接到我们的车上 老师带你进场布局 比较快 赚的比较快 来天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对折 欢迎天我们 赶快赶快打电话 今天只有20个名额 对不对 心动不忙 行动赶快赶快打电话进来 电话号码就在我们的广告当中 不电话了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恭喜我的伙伴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 跟进我们的专家 龙斌老师进场来布局的好股票 一档接着一档 老师在我们的怎么样 春假期间 在春假期间之前就告诉大家说 春假之后要大涨的股票 我们春假之前就要先进场来布局了 大桥是这样了 大桥进场布局之后呢 春假回来之后的第一天 攻上涨泥满 第二天呢 差一档就是今天 差一档就攻上涨泥满 恭喜我的伙伴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 小桥呢 昨天半根涨泥满 今天呢 最高也涨了半根了 也恭喜大家 祝福还有我们的老朋友 2230的太孟 也是在怎么样 春假之前 带大家进场布局的 今天攻上涨泥满 最高来到85块8 恭喜我们的伙伴 还有我们的忠实听众 跟进老师脚步就是赚钱 随后听伙伴 不要忘记了 下个礼拜要怎么样进场来布局呢 赶快赶快 直接到老师的车上来 因为老师呢 带您上车 带您来赚比较快 而且今天呢 跟上老师的脚步 来上车的好朋友们 直接给大家对折 只有20个名额 听众朋友们 限量的只有20个名额 赶快打电话进来 023659333 023659333 直接到老师的车上 老师带您转比较快 直接给大家 今天可以直接给大家 对折的优惠 欢迎听众朋友们 赶快打电话进来 只有20个名额 023659333 0223659333 打电话进来 就现在 大来国际投顾108 金管投顾新字帝012号 本公司于节目中 所推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